其實在這個兩性關係當中 我們也可以重新認識兩性 因為畢竟我們從小都沒有人教我們 什麽是性,什麽是兩性 那我們只能用我們自己 所知道的去判斷 所以其實這個也沒有對跟錯 就只是我們不懂嘛 那不懂現在學就好啦 我也是在跟你們學習啊 我有很多不懂的東西 也是從你們身上學來的呀 至於他看什麽A片啊 因為有些人會跟我說 他看了什麽胸部大啊 胸部小 其實我跟你們講啊 就是對男生來說 A片就是一個性刺激而已啦 那我們女生得接受 男人他就是一個視覺的動物 視覺、香味、味覺、嗅覺 視覺、嗅覺跟觸覺的動物 當他看到比較美的 當他聞到香味 當他碰觸到 當你碰觸到他 男生就是會興奮 這個是生理現象 是正常的 女生請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不要因為這樣跟男生吵架 那你會吵架 是因為你對自己不夠自信 請你相信 你男朋友就算在怎麽樣看美女 在你身邊的 在他身邊的是你啊 所以其實 會跟你交往 那就是已經他愛你的證明了 你們聽得懂的意思嗎 男生其實沒有到 真的這麽膚淺啦 他們其實會很聰明的去 選擇一個值得愛的人愛 那只是有時候在打嘴炮 或者是真的就是 短時間的視覺刺激 看到大胸部的 看到美女的 看到什麽 那我覺得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價值 是值得他愛你的 因為你跟別人與眾不同 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地方 你對你自己夠有自信 你就不會去在意他怎麽樣看 還是什麽的 當然如果是有一些 比較極端的男生 會故意去講話刺激你的這種男生 我不是在講這些人喔 這些人就是 就是吃屎好了 但是如果是珍惜你的男生 他有時候看A片啊 或是看一些漂亮的女生 我覺得沒有關系 你要相信的是 愛你的證明 你比那些人好的證明 就是 在他身邊的是你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我覺得 嗯... 在性上面 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 從我們大人開始改變認知 我們就是open our mind 去接受很多事情 接受每一個人的不一樣 然後接受... 嗯... 世界上會有很多無奈的事情啦 但是都是要接受 那...我都總是很感謝 從我一開始到現在 支持我的你們 不管是新加入 還是舊朋友 我都記得 就是其實你們有來的 比較常來留言 或...或你們一直在的 我...我都記得 我都記在心裏面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最近天氣忽冷忽熱的 我發現台北好像也是 忽冷忽熱超濕 所以... 你們...呃...如果喉嚨比較不舒服的人 潮濕是還好 但是如果有氣喘的人 你家裡可能要放一個那個除濕機 會比較不容易誘發氣喘 或是過敏 會...乾一點其實會比較好一點 那乾也不要太乾 大概...濕度大概50到60 是人體最舒服的時候 這樣